也希望說大家不要搶購 我們的物資是絕對絕對充足的 第一個部分 在這邊再次的跟全體 我們全國的民眾說明 就是我們國內本身的 所有的民生物資 基本上是完全無 就是無匱乏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要解決的部分就是 消費的速度大於 我們進貨的這個 補貨的速度的時候 那我們今天開始 農委會跟經濟部 與我們的主要的超市跟賣場 我們建立了一個聯繫的機制 那特別是每一個超市 都有它的供貨單位 當它的供貨單位的物品 沒有辦法直接有效的滿足的時候 那我們會從我們各個 產業主管機關的聯絡窗口 透過聯絡窗口 能夠找到更多的貨源 能夠即時的在這個物價上面 能夠滿足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整個的物價 農委會在這邊也保證 這個物價一定是平穩的 不會因此就是大家的搶購 造成漲價的這種現象 那我們希望說透過農委會跟這個經濟部 以及各個超市的合作 我們連結了產業就是供應者 包括一些食品工廠 包括我們農糧的部分 那我這邊我想首先我針對農糧的部分 跟各位做說明 那從昨天看起來 主要的農糧的部分大概是米的部分 那米的部分我跟各位說明 我們現在米的庫存 我們的糧倉庫存有90.5萬噸 它足夠供應將近6個月到9個月 那也跟各位報告 5月開始 我們的一期到做就開始收割了 那我們也預計 這一期到做收割的米大概也有90萬公噸左右 所以整個的米是供應無餘的部分 那至於說有消費者反映買不到米 那後續我們會積極的聯繫我們的糧商 跟我們的超市做合作 能夠讓特殊品牌的米也好 或一般的米也好 能夠隨時的到我們的所謂的超市 那第二個部分是蔬菜的部分 那蔬菜的部分到目前為止 每一天的供貨量 還是跟往常是一樣的 像長期夜菜的部分 大概每一天大概400多公噸 短期夜菜也有將近300公噸左右 那這些供應量都跟平常維持一樣的水準 那我們也希望說這樣的一個供應量 只要我們把這個物流的機制能夠建立好的話 一定能夠滿足我們所有的消費者的需求 那魚的部分 特別是鯨魚的部分 各位都知道很多人在搶購這些魚罐頭的部分 那我在這邊也跟各位說明 魚罐頭鯨魚所用的這些鯨魚的魚料 我們在我們的魚市場那邊 還有我們的漁獲團體的部分 也都有充分的原料 可以當作魚罐頭的這些製造 那我們也跟經濟部討論過 未來會跟食品工廠加強聯繫 讓這些製作罐頭的這些原物料 能夠充分的滿足這些消費者 那最後一個部分是蓄產的部分 那豬的部分 我在這邊也跟各位說明 我們的豬的部分 在我們的冷凍庫的部分 大概還有將近三萬多頭 那相對的這樣子的一個供貨量 絕對可以滿足各位的需求 那包括利用豬肉去做各種冷凍食品 這個部分也希望說大家不要搶購 我們的物資是絕對絕對充足的 那接下來我想有關於冷凍食品 還有一些罐頭的部分 我想請經濟部王次長來說明 大家好 那我們剛才跟幾位超商這個賣場 那討論的結果就是突然的 暴增了三四倍的需求 那特別是比如說大家會很關心 衛生紙啦泡麵啦這種東西 那衛生紙其實就是突然的這個政量 那衛生紙大家都知道它面積非常大 所以對各個賣場來說 它其實沒有辦法在店裡面呢 擺這麼多的衛生紙 那所以它就會涉及到 到底有沒有來源有沒有問題 物流有沒有問題 是這兩個問題 那我們的來源的部分 衛生紙我們可以生產的是 16萬公噸 16萬噸非常非常多 都完全沒有問題 那我們目前這個紙漿的這個來源呢 也都到6月底都充分無餘 那只是因為一時之間消費者的這個爆量 所以沒有辦法這樣子突然物流那麼順暢 所以我們也在跟我們這些賣場來商量說 那第一個我們的供應商如果出貨 就來充分來供應給大家 那要特別跟大家講說其實我們是一個台灣是一個非常幸福 可以充分滿足大家的需求 那只是這個物流比較沒有辦法順暢 那我們這邊會來協調大家呢 讓這個產線跟送到消費者端這邊呢 可以充分的順暢 那泡麵是另外一個這幾天常常被買的產品 那泡麵台灣的泡麵又好吃 那個品項又多 那我們這邊也會來跟我們這些賣場來看看說 這個泡麵從生產端這邊出來跟物流端這邊什麼樣的問題 那我們剛才副主委有講 我們成立了這個LINE群組 隨時來確保是哪一個端點有問題 然後就把這個部分給解除掉 那不論如何就是說 對這樣的一個產線的問題 如果大家能夠不要這麼的不必要的恐慌的話 其實完完全全你要100分的量 我們可以公主200分的量 那我們還是會盡量來滿足大家的需求 但是對生產端他就會擔心了 你今天突然給我這麼高的量 但是你可能過了一個禮拜你又降到這麼低 所以廠商他變成是一個 不是一個定期的一個消費量的時候 他的排程要怎麼做 他怎麼樣臨時去找工人來做這麼多的量 那剛才也提到說 可能短期之間他會有臨時需要加班 甚至臨時需要找物流來配送的問題 那我們也要幫廠商 克服這種短期的物流的現象 那剛才講的我們這個生鮮產品 我們剛才盤了一輪 不管從魚的從豬肉的從蔬菜水果 現在都是台灣的東西盛產 而且又非常美味又非常便宜 那請大家趁這個機會來多買我們的國產農產品 然後也讓我們很多青龍他的非常棒的產品 可以送到各個消費者的手上 然後以上是我就先做這樣的一個報告 我想接下來因為剛才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除了經濟部的同仁以外 我們也邀請了很多超市量販店 包括我左邊的這個 這個佳樂福 然後艾買還有全聯 然後右邊的這個豐康跟那個大潤發的部分 那我想因為大家看到貨架空的就會有恐慌 那我想我們請幾位我們的那個超市的經營業者 來獻證說法 能夠讓各位知道說其實每一個超市 他都有做充分的準備來供貨 佳樂福昨天其實一天的營業額 其實是過去以往的三倍 那其實相當已經是中原普度了 所以我們剛剛在談話的過程當中就是說 這不是一天的事情 那我們其實有非常大的物流倉 其實所有的商品都是目前都是足夠的 只是當所有的人潮擠進來的時候 我們的人員真的來不及補貨 所以我們也想要呼應民眾就是 只要按照你自己需要的量去購物就好了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非常幸福 我們能夠自己自足 所以我們產了非常多的蔬菜水果 那像這些所謂的我們剛剛講到的衛生紙 泡麵其實它都是需要時間去生產 所以我們只要我們今天能夠控制我們的需求量 其實不用擔心我們在背後的庫存都是足夠的 謝謝大家 謝謝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再邀請那個全聯 我們全聯總經理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想大家好 那剛剛我想副主委跟市長都有談到 台灣各項的這個物資真的是非常的充裕 完全沒有所謂短缺的一個問題 所以剛剛開會談的一個結果就是 那我想農委會或者是經濟部會協調我們讓這個生產端增加產量 那其實現在最大的問題應該是消費者的需求突然購買增加兩倍三倍 那通路今天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配送的補級線跟不上 那相信我想在後續 假如配送的補級線跟上 那門市在 比如說以全聯為例 我們大概會比照中原的水準 那在庫存的水位上 都會拉高到兩倍三倍 甚至有一些品項會拉高到十倍 那相信後續消費者今天到 這個各個通路去購買 應該都可以足量供應 也不會擔心說買不到的一個問題 那請各位一定要對政府有信心 然後對通路有信心 那共體時間大家一起努力 謝謝 衛生紙我們下午 我們其實經濟部工業局 也有拜訪這幾個大廠 那這幾個大廠非常的配合 他不僅不會去漲價 他甚至會增加他的生產量 願意配合消費者這樣的短期的需求 來增加他的供應量 所以我們也非常謝謝這幾個大廠 來配合民眾的需求 我們的邊境管制是主要是管制人 對於整個的物資的進出 是不受這個管制的部分 所以大家不用去擔心 說可能以後物資會不足的地方 而做預先性的一個囤積的動作 那只要你充分的照你的平常的一個 所謂的步調去購買這些商品 那這些商品保證 一定會讓所有的消費者滿足 以上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那今天的記者說明會就到此 謝謝 謝謝